爽就爽在 就直接罵她 砸碎咧 她就很開心 憲哥或Sandy 罵亂爆料者砸碎 Sandy就是要提出Sandy 對 憲哥有看法 昨天跟那個韋鐘哥 同一個話 那這個當中 出現了砸碎問題 你問到了一個 我有一點動怒的一個問題 一向脾氣好爺 憲哥看到女兒Sandy 被胡亂爆料 當然是很北宋 Sandy是東森 草莓網的代言人 對 之前他們 森林之王找了他 虛位以待 結果呢 找了他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時間上弄不過來 Sandy的時間 就只有這樣 那我們家很簡單 我要女兒見見看看就好 當時不管如何 那個森林之王 他就沒有接這個節目 爆出來竟然是一個說什麼 被嚕嚕幹掉什麼什麼 這價錢是南園北車 那種 是他的房子 餐 他幾倍 再來說 他是代表 草莓網去後台訪問的那些參賽者 他又不是主持人管他什麼事 然後說他在後台湊林或什麼 所以不是東正 就是 胡亂哥他們這一點 要不然這個狗仔 這三方 有一方的意思 有一方是雜碎 不要讓我找到 找到我一定跟你輸 是哪一個 哪一個雜碎包 不知道 糟糕 糟糕 他們不是第一次 對啊 我也這種鳥事去法院 告他我就沒風度了 但是爽就爽快 就直接罵他 打碎咧 那就很開心 我會推廣蜂蜜檸 是因為不捨眾生之苦 社會演H的公道部 不只憲哥又沒有在關系月底選舉 不要我唱一首歌 來結束我來編路吧 人生短短小的求 啊不醉不罷休 那有沒有看市長那個辯論 唱歌喝封面 我好辯論 在政治這一塊我們很關注 所有藝人朋友都不要再傻逼了 學我就最多 永遠不要有一個人 你看我三十年我是藍藍之力 還是紅 我心中不是 黑浪遇到敏感問題 學憲哥就對了 我就曾經講過 在某一種地方遇到黃正輝 等位 好面熟喔 妳從哪兒來的 我 我是地球 妳呢 沒有是地球 人生玩玩幾個球 那個 風衣檸檬對不對 對啊 對啊